小時候是喜歡看那些沒有打的電影 第二就是喜歡看鹹丹超人 因為喜歡看他們打架 所以就喜歡武術這個運動 看上去好像很防身 很保護家人的感覺上的動作 因為很硬朗 第二就是他可以發聲 他在氣勢上可以嚇到人 那就喜歡藍拳這個項目 武術始終發源地都是中國 外國那些其實這幾年慢慢開始興起 要慢慢把動作的資源全部搬到外國 怎樣都要有些時間令他們產生興趣 然後吸引到他們才可以參加比賽 意想不到 驚訝 給自己一個肯定 畢竟都是第一塊 其實會很激動 我每次比賽 先不要抱著有拿獎的心態 比較著重在享受這個比賽 因為始終 我都聽過教練說 比賽是個過程 你只不過是把你訓練的東西 搬回比賽上面的東西 其實我打完之後 教練是否收穫的 最主要是 所以其實獎牌是其次 我們這些項目是一次性的比賽 在場上打完就沒有了 即是又不會有計排行榜 打完就直接出分 然後拿去看看有沒有成績 我不想給自己這麼重的負擔 儘量做好自己 我世大那兩套其實都發揮 未算是自己最理想 因為始終都有一些 有扣分點 即是我們有一些失誤 我們套路是比較自己偏的 自選套路 有些動作 你自己可能打完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瑕疵 其他不同國家的隊友 切磋原來一起比賽 可能互相會聊一下 你那個動作 可能大家都會無法學一下 或者怎樣可以用一下 他們的動作 放在自己那裡 不如再編排一下 跟回我教練的訓練計劃 首先體能 第二就是你對動作演練的水平 即是你要在有體能之下 又要展現你動作的動作有多強力 所以你又不可以這樣 斜著地打 因為去年的亞運會 我有去看的 我有看他們打 我也大概知道 有哪些大師兄 不同其他國家的大師兄 他們有拿了什麼獎牌 亞洲其實我們算是失力比較強一點 因為澳門的選手是上屆領冠軍 是一個很強大的對手 他始終都是一個大師兄 我有時候也有模仿過他的動作 我們這個項目其實 所說到多少歲都可以 因為到二十六、二十七歲的時候 我們人的肌肉 已經是沒有年輕的那麼好的 體能上 你要跟別人去鬥的話 其實你首先要自己考慮一下 你行不行 我們的項目是比較容易受傷 你很難去克服到 這個那麼大的敵人 傷病 所以怎麼說 都要到時看看你身體狀況之下 去決定你究竟是怎樣 想下哪條路 還是繼續走下去 你還有什麼事 你看大家都有什麼事 你其實就在那裡